前一張圖有人看過嗎 上過課不算 沒看過 你以後看到這個人寫的圖 手機關機 還要有一個習慣 關機 關機 這個畫這幅 齁齒齒比落 這怎麼回事 手機關機好嗎 手機還要關機嗎 沒那麼膠在後面 因為我要開始上課了 來 這是一個禮貌 民進府之後是要接受訓練 到那邊穿我們制服之後 就是要求會比較嚴格 因為我們是很serious 嚴肅在執行這件事情 來 這幅畫齁 應該都沒看過 它是高跟畫的 高跟這個人 跟范谷 您知道范谷嗎 知道嗎 同一個時期 那偉這幅畫的時候 他 你知道藝術家 後來的時候很好過 如果散 馬上錢就花了 沒有錢 那後來的時候 這個高跟 用這個筆錢 賺到的錢 冰的大溪地 大溪地在太平洋一個小島 那一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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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問題 那晚上 都有人幫他學歆 整天都有人幫他學歆 所以他日子過 像天堂一樣 照理說 過這段日子的人 應該很高興 沒什麼煩惱 也不用抱怨什麼 對不對 台灣人都是在追求這個 但是這個畫家很趣 在這段時間點 他出完這邊 發了這幅畫 這幅畫看起來 沒說很高興 它有一個title 它有一個題目 跑出來 什麼題目呢 我上面這不是這個題目 我是說 資源回收的人 永遠不會問的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他的題目 他的題目是什麼 等一下再說 但是近前 我就要跟你解釋 什麼叫資源回收人 你有聽到資源回收嗎 有嗎 但是資源回收人 不要聽到 你是說收資源回收 一個人 不是 資源回收是一個個個子 我 之後再問 不會問什麼問題呢 下一個問題就是這個 我們從哪裡來 我們是什麼人 我們從哪裡去 英文是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這1897年的時候畫呢 這個圖就是說 我是什麼人 畫家在生活上華益 享受的時候 出來問說 我是什麼人 我現在在這裡做什麼 我這樣問下去 他問這個問題就有意思了 為什麼他會問這個問題 當一個人所有的要求 都滿足之後 會問這個問題 為什麼 丁管工資源回收人不會問 我要解釋 一開始 所有人類 我們現在活在世界上 所有人類 你知道在地球上活多久 現在活在地球上所有人類 只有同樣來個源頭 這個丸頭 六萬年前 沒有多久 六萬年前 人類 現在世界上的人類才開始 後來想說 許多老師 我以前就讀什麼 山頂洞人 尼安德塔人 什麼人 幾十萬年 我跟你說 那種人的後代都沒有了 他們的DNA 到現在為止都找不到了 就是那種人已經 絕種了 絕種了 沒有了 是地球上已經沒有這種人 那是 考古可以考得出來 等於現在沒有這種人 那現在有的人 活在世界上的 所有人類 只來自同一個源頭 什麼源頭 有飛鳥來 這個 我就要慢慢解釋 不太快 我先說這個 這六萬年以來 所有人類都在做什麼 大部分時間 是在 部落的形式 部落 英文叫tribe 部落 你知道什麼東西嗎 部落就是幾個家庭 因為共同的狩獵範圍 還是 水源 對嗎 還是狩獵範圍 還是種植範圍 跟周圍 大道庭 那叫做部落 部落 部落跟部落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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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部落 部落燒到 就可以做這件事情 對不對 燒台 不是燒泡 泡 泡的目的就是 最後就是把對方滅掉 然後就合併 對吧 合併就變成更大的部落 因為人家 靠來 都保護自己 你如果比較小就能吃掉 都能滅掉 過去人要衝突 那時候 人要抬都抬到 乾淨溜溜溜 為什麼 怕說你走出去 還有人保守 對吧 媽媽帶了幾個小子回來 以後小孩子長大 結果大棟回來 又給你打 所以為了要免除後患 都抬了 但是久了 這樣做不到 為什麼 土地變多了 你部落跟部落 會競爭的時候 你土地變大 資源變多 但是你人比久那時候 不夠用 所以他會做什麼事情 這是什麼 把一部分的人留下來 什麼樣的人留下來 我跟你講 他的腿 腿比較厚 比較聰明 會跟他打架的 先殺 老弱婦孺留下來 留下來做什麼 來啦 每天呢 每天辛苦工作 然後吃飯睡覺 唱歌跳舞 我給這個人的名字 叫做資源回收人 什麼叫資源回收人 本來要叫台 對不對 本來要被殺掉的人 Q多端來使用 好像垃圾本來被棄制 Q多端來使用 這樣意思嗎 這叫資源回收的人 這種人很多 過期就是這樣 他部落之間修台 都用什麼 用宗教的形式 部落戰爭在征服對方之後 他就把你統治了 對不對 統治這個Q多端來 支援回收人 怎麼統治呢 用幾種方法 什麼方法 宗教語言姓氏 解決該水 以前宗教 部落跟部落修台一層 比如說埃及尼羅河 有蛤魚 鱷魚的神 所以修台進行 把他蛤魚的神 走起來 說我們的神比較大 要跟你打 另外一個是 蚵蚵蚵蚵 嚴禁蛇的部落 拿出來 還是修台 台後 鱷魚 那種贏 就把對方滅掉 滅掉進行 如果老人 說我們的神比較大 你從此以後 不能再拜你的 蚵蚵蚵蚵 的神 滅掉 你如果老了 你以後有效忠 我跟你不一樣 會換 所以把你的所有的神 都滅掉 滅得更加盡盡 還有什麼方法 還有一個就是 議員 不准你再說 你過去的無意 無意 你做的語言 消失掉 不准再講了 不然你跟我說不一樣 你以後會起異心 再來是什麼 姓氏 你的神就要對我來神 拜不你過去的神 你如果有神 你有時候我做生 跟你不一樣 一定給你改 以前中國就是這樣 中國之所以 有什麼姓林 有什麼百家姓 都是不同的部落的姓氏 酋長的姓氏 把人家打敗 要迫使對方的人 帶你的生 不能再留在本地的生 所以以前有什麼徐國 勤國 那都是用姓氏 來做一個國家 說到國家最大的 部落 大型部落 這就是過期台灣人 遭遇的事情 我們的祖先在那裡 四萬年 生日通往在台灣街道 四萬年 而且後來有 大清帝 有跟我們通締 用這種手段 什麼手段 改變人家的宗教 你現在百姓都隨便 中國那裡 你現在說的議員 別說台議 客議 那都是有中國那裡 你本來這不是本來 FOMOSA的議員 剛才這堂也不是這樣 我們還有姓氏 你現在的姓氏也不是 我一個一個慢慢解釋 為什麼 不是說得快 這堂讓你們看得清楚 一開始四萬年前 部落形式 再來 大渡王國 我寫個M174 待會兒我改水 什麼叫M174 再來 再到十三十幾世紀的時候 西班牙和荷蘭大清帝國 照來 想說等那麼久 在這個土地生了四萬年 到最近幾百年再照來 為什麼 因為人類沒有航海激素 沒有到那個程度 是最近幾百年才開始 所以西方國家 因為他有孫 可以招 橫渡大的羊 所以再來照來台灣 這些人來的人 我叫什麼名字 叫做Predator 掠奪者 掠奪者那時候 世過的全世界去照 因為那個武力 還有運輸 長途旅行的人力 所以到處被人侵略 說一下 就是男人 對男人有信息 就不要跟他結婚了 那就是殖民地的做法 盡量的挖空你的資源 消耗你的資源 使用你的資源 跟他們的東西 載回去他們國家裡面 你當地的百姓 就退他們做頭 Export 就是耗盡你的資源 這就是殖民者對殖民地的關係 過去的關係就是這樣 就是掠奪者的關係 不然就掠奪者 那不是掠奪者 你如果是他的百姓 你如果是他的百姓 他就跟你照顧 但是你不是他的百姓 只是被殖民的地方 他不會跟你照顧 知道什麼 這些掠奪者裡面 也比較大聲的 最好誰贏 大日本 日本打派的大清帝國 對大清帝國皇帝的秋頭 拿到這個土地 但這次他來 他的態度不一樣 他真的有意思 要跟你結婚 怎麼說 黃明華 接涉台灣 這五十年 都是好像男生 會追求女生 送他禮物 把他打扮漂漂亮亮 請他去吃飯 把他吃飯 最後要做什麼動作 結婚的動作 所以1945年4月1號 做什麼事情 大日本帝國憲法實施在台灣 這個意思就是 你從此以後 你是陷在外人 你效忠我 換取我 對你的保護 這個關係就建構起來了 我使用人的結婚關係來比喻 以後他就要對你負責任 過去我們台灣人 美國軍隊 走的屏東外海 擱淺 上面的人都把我們彈掉了 我們古代做的人 把他殺光了 所以美軍就走去 大清美國抗議 說 你們把我們台 全部殺光 你要賠款 大清國人說 這是化外之名 不是我們管的 法語不法 由貴國制裁之 誰在你處理 我們如果是你的人民 你怎麼可能用這種態度 來對待台灣人 不是嘛 你會負責任 就是因為你是殖民地 所以他跟你的關係 就到此結束 如果要做大事 那不是我的事 但是要東西他會跟你一樣 所以以前 那個大清地國來台灣 啟聲啟廟 啟稀 這幾層嘛 就做幾個囤墾區嘛 你看那個地圖 右半邊不是他的 左邊 左半邊也沒有全是他的 只有一部分 待會兒我會越說越清楚 來過去 他以後就是用 信氏宗教語言 跟我們討論 但是 他說 大日本地國 如果跟我們結婚之後 從此以後 我們效忠天皇 換取他對我們保護 為什麼現在是 中國人跟我們管 你會有人會問 既然是這樣 怎麼這樣 我告訴你 24世代 我們大日本帝國 戰敗了 戰敗所以怎麼樣 就去找找他 把你打敗那個人 叫什麼 美國 美國又叫過期 把你找找找 那些人 還把你找找找 就是這 流亡的中華民國 就是流亡政府來台灣 還把你找找找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用法律 逼著他走掉 法律一出來 他過期把我們騙 現在讓他走出去 走過去 但是我們裡面 台灣人裡面 有一些 不願意他跑掉的 我給他一個名字 叫什麼 餘虐 就是他的觀點 不願意改變 就產生所謂的餘虐 就是他還是維持 以前大清帝國 通敵 我們200多年那段的相懷 說自己是 中國人的好代 變成這樣 等一下 我慢慢來講 越來越清楚 這就是八爪章魚一樣 像放著那個 踏骨就是 八爪章魚一樣 用各種方式 把你抓住 現在要把他抖腳抖手 再來 再來 資源回收人 有一個就是 最重要的是什麼 沒有腦袋 你們看過超人 但是沒有看過沒有腦袋的超人 超人就是他的工人都很健全 但是都沒有效忠對象 都假如說 資源回收人 就是他從此以後 沒有效忠的對象 沒有效忠的對象 他只負責製造生產而已 實際時間過 抽稅 抽到回去 過去的香港 就是典型的資源回收層 過去因為大清 你有建範 把土地割讓給這些人 回英國 英國拿之後 設立一個系統 英國的系統在裡面運作 給你有錢 給他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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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飯錢 所以香港人很喜歡這種環境 沒有什麼特別效忠對象 他就是被殖民的地方 對吧 他就講英文 還覺得很驕傲 但是九七之後 收拾回去 對吧 之前他每天只要忙著做什麼 吃飯 睡覺 唱歌 我還說一次 資源回收人 每天做的事情 就忙著吃飯 睡覺 唱歌 跳舞 買東東 跟這個人出的不想 他沒有效忠對象 這種人 誰跟當地都可以 所以九七之前 那個香港人 有醫生比較好處 就要走 移民去 紐西蘭 加拿大 但這個人 無關照的 還是資源回收人 他也不效忠 當地的政府 對吧 他到哪裡都是一樣的人 他沒有特定要效忠誰的對象 當地的環境改變 這人又跑了 比如說他移民去美國 美國如果抽稅 還是開始增兵 他們又要跑了 所以這種人的典型 就是到處買房子 台北也有房子 香港也有房子 紐約也買房子 加州也買房子 就是這樣 他到處為家 他沒有效忠 他跟土地沒有結合 他也不認同那個地方 所以到處可以跑 像這個 中國人要收拾回去 說舞蹈跳 馬蹈跑 那個小朋友這樣說 這個意思就是 你繼續算你的 時間到抽稅 過去是總督抽稅 還給英國 你現在就抽稅 回到中國、北京 但是你現在 因為過去 被比較高級的系統訓練 你很高興 現在往中國系統來 動不下去 所以很多人去占中行動 對吧 賣賣 記者跟父母說 為什麼不要 你們要抗議什麼 我說抗議這個特首 為什麼要抗議他 我們不喜歡他 你為什麼不喜歡他 他長得跟我們不一樣 他哪裡長得跟你不一樣 他有投 我們沒有投 什麼意思 特首為什麼有投 他有效忠對象 他效忠中國、北京 對吧 你們這些人都沒有投 你現在本來就是 中國須多重點 理所當然你要講中文 你要唱中華人民解放軍的歌 你是中國人 但是他不敢 在抗議 但是 我跟你講沒有投的人 做事情也是無投 所以他就算去抗議 他也不知道要訴求什麼 所以那時候剛開始的時候 我說最後已經不了了之 為什麼他不曉得要訴求什麼 來盡快就做了 我上課已經上了很久了 來 戰爭以後產生大量資源回收的人 簡稱這群無投人為阿們 你不要講說 來 輕乖久走 我已經在上課了 他們也不是沒有記憶 資源回收的人 雖然沒有投 可是有記憶力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跟你講 他們記憶力有多久 你知道嗎 我跟你說 洪仲秋的案子 兩個月他就兩個月 三聚清安 一個月就是一個月 阿帕阿忌兩個月就是兩個月 為什麼 媒體有報他就記起來 媒體不報他就忘記了 他只要新聞一直換 他就一直換他的記憶力 你問他過期都忘記了 那就是資源回收人 典型的資源回收人的行為就是這樣 這樣知道了 他們有記憶力喔 可是他的記憶力是這樣的 所以他的 他的頭就是媒體喔 所以媒體就他做什麼事情 他做什麼事情 比如說 上街去抗議 五十萬人就跑去了 接著去買 看黃色腳丫 大家都一頂人跑去看黃色腳丫 叫他買什麼東西 他就去買什麼東西 所以媒體是他的頭 媒體是掌控他的行為 你知道嗎 來 為什麼要把你們教這個 這個很重要一個概念 以後你如果要當民政府的官員 你是頭喔 你是有頭人 你有效忠對象喔 下面的人就分類喔 我想 鄉鄉你的腳 來四五四萬人 你怎麼管 你如果沒有給他分類 你不曉得怎麼管 一頂人在你頭前 你過去什麼人做到 超過一百人公司的老闆 你們在座沒有一個人事嘛 一千人員工的老闆有沒有 沒有啊 那你憑什麼這樣突然上去就要當官 你要接受訓練嘛 那訓練什麼 其中一個部分就是怎麼管理人 怎麼管理人 首先要把人分類 那怎麼分類 我教你怎麼分類 很簡單 這是按照行為的主宰者來把你分類 人基本上 你所有對著的人把你分這個 40% 40%的人像是肉體 也是純粹肉體 也是按照動物生存本能在活著 60%的人是屬於精神 屬於這種的 沒有頭的人 他沒有效忠對象 只有很少數很少數的 我們產生這種的 是有效忠對象的 再講 舉例說 最重要的是生存跟飽足 跟家庭有關的 跟他的本能 這種呢 像動物一樣的人 我現在在說人 我不是在說動物 過去高雄那裡有年輕人 晚上沒睡覺 一騎兜外 拿護士兜出去 給人家賣 人家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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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這樣做 不知道 爽 這句話很奇怪 什麼叫爽 那譬如說 他當他內心 掠食的本性 那種野性 他沒辦法控制 他就去做了 他沒有在想好過 他沒有去 關別人的死亡 不管結果 對吧 那這種人 如果看著雜貨 那小狄 馬上要上 對吧 他就按照動物的本性 在做事情 動物的事情 有時候吃得很高興 沒時候吃得起 對吧 你餓他就黏了 對吧 沒錯嘛 你可以用食物來控制 動物的行為 那這種人 你也不要以為說 他就是社會上的低階層人 不可能很好的 可能什麼 塞的連不吉利的跑車 不腳踢的跑車 住地堡 自人飛機 但是不要收水油給你喝 對不對 你知道別說什麼嗎 那這種就跟 這種就在跟你說 這種人的行為 是不管人家的希望 他就基本上他的行為 可以阻止他的行為 去像動物一樣的行為 這種人就是這樣 過期 我們台灣人是想說 搭車搭車要怎麼吃 不然就做飯吃 有沒有聽到看 在黑的要怎麼做 不然就做飯吃 這種話 就是跟動物的人講的話一樣 為什麼 他判斷一個事情的價值 是根據他可不可以吃 來決定有價錢 沒有價錢 但是跟動物一樣 這個要不要再說 說這個人 你也知道那個人是什麼人 對吧 台灣人過期很可能 你有吃飽嗎 這怎麼是問候語呢 問候對方有沒有吃飽 吃飽以後就幸福了嗎 你的幸福是 只要吃飽就夠了嗎 那不是跟動物一樣嗎 你有吃飽嗎 對啊 外國人說 How are you doing today 你今天活得怎麼樣 活得好不好 他就在家裡就差很多 一個像動物一樣的社會 當然有這種對話 這種問候語 狗跟狗之間也是這樣問 你有吃飽嗎 對不對 不可以這樣說 對吧 不要再用動物的語言再對話 這過去台灣很可能 再來 往上一層 比這個好 但是這個動物以馴服的程度來劃分 也分上中下 越來越多 我過去是狼狗跟狗交配的第一代 那就是野養生還很強 那種狗我給他養十幾年 同樣 我給他養飯 十幾年以後 這款狗還是野性沒有改 我給他養飯 我給他養飯 刀過去之後 我手不可以再打回去 我再打回去 我再打回去 就算你養十幾年也是一樣 因為他像狼一樣 你如果搶他食物他就咬你 不管你是不是主人 那就是像 非常像動物那個層次的 咬不來 但是你把狗 好幾代之後 咬得好之後 比較最高的那種 站起來坐下 不准吃 晚上還會把你唱麵糰 對吧 你讓牠吃 我們家的狗 你讓牠吃 那種態度要對 態度不對牠不吃 跟牠塞性地 很趣 牠就以為牠自己是人了 動物在往上面 所以這叫 位下面越physical 越上面越subjective subjective就是主觀 這個動物到後來 主觀意識了 不來只一個動物 按照牠身體的本能在反應 因為牠會以為自己是人 因為整天跟你相處在一起 會嫉妒會生氣的 動物就會跑出來 但是更高的 subjective會跑到objective 就是客觀 我現在在說人 但是沒頭的人 牠是怎樣 在牠的世界裡面 沒有絕對的是非對錯 It all depends 端看當時的情況決定 典型的資源回收人就是這樣 不問是非沒有對錯 沒有終極問題 牠只要符合牠身體的需要 牠喜歡什麼 牠喜歡什麼 你把遊戲規則跟我講 我會玩得很好 就是這個人 這裡面有可能是 諾貝爾獎肚子 可能是首富 可能是各方面很強的人 那牠們的發分方式 是以遵守法律規範的程度 以及執行效率來劃分 就像上中下 越老闆的人 牠已經不是動物了 但是牠的社會 你去牠的社群裡大就好 就像到美國 有高級住宅區 有低級住宅區 有中級 中級 中級的 我從座的家裡說 我以前大街 比較壞的社群 像黑人區 像那種 裡面真的有Drum by shooting 大家開槍 家裡上面的 我住在西會城 蛋孔 賣藥 青少年 晚上也開槍 那種有的 那種 他們也遵守規則 但是它的規範實在是 你不敢領教 對吧 住的社群就臭臭 蟲 那邊的公立學校 都要用電子手錄 去看你有沒有帶刀帶槍 對吧 你稍微移到郊區住 就比較中產階級 中產階級就比較好一點 對不對 你可能進去的 要花的錢比較多 我以後大學畢業去工作 住在紐約 高級住宅區 你如果住在Mansion 你現在是怎麼樣 他會給你做身家調查 你什麼好好的比喻 你年收入多少 你的親戚朋友三代是誰 他有這個來決定 你可不可以住在那個社區 你不符合規定的話 他馬上可以叫你走了 他就是所謂規範的上、中、下 但是他們沒有效忠對象 我舉個例子 有效忠對象 我舉個例子 有效忠對象 不一定好處 比如說有傳教師 從西方國家 跑到台灣的熱身療養院 跟泰國的外遊 對吧 帥哥美女 帶著他們家孩子 他可能在西方國家 是很高級的家庭 帶著你們來這裡 每一天 帶台灣人都沒有要靠的人 去換藥 換幾死人 薪水一點點而已 每天造正常的三餐 沒有特別好也沒特別壞 這樣過幾死人 那為什麼要做這種事情 很奇怪 他可以過好日子 他為什麼不要 因為他有效忠對象 他的上帝就要來 他就來啦 他的上帝不准他來 他也不來 所以他的行為是以取悅他的 什麼 效忠的對象 為他的滿足 所以環境好壞 跟那個無關 所以他不在乎 他最高的Enjoyment是那個 所以這叫有效忠對象 這個效忠對象也有可能不對的 像回教國家 最近不是有ISIS對不對 他上面你如果效忠錯對象 他就給他去做壞事 他也去做 對吧 給他去帶人 哇 整天都去 他不怕死的 生活條件更好 他還是過的 也是這樣過日子 你知道嗎 我給你分類大部分的人是這樣子 但是你來 是別人這個 他也看到大部分是這樣的人 我跟你講 我今天時間有限 我講得更快 現在所有電視廣告 基本上就是訴求人的 這個基本的欲望 就說 Just do it 對吧 做了再說 不管後果 那種的口號啊 所有的廣告詞都希望你不要思考 就去買 聽我講 以後的廣告 所有的商業行為 就是讓你從 情感上的感動之後 到購買這個行為縮短 時間縮短 不要你想太多 你想太多 你就不買了 我希望你一感動的時候 手機一跨過去 叮 就買了 就算到你帳裡面了 對吧 所以所有的歌曲 流行歌曲都在訴求人的本性 來 說得更快 在座各位 認為自由 幸福快樂 是你一生追求的目標 請舉手 請放下 不是的請舉手 很好 完蛋了 你們如果說是的就完蛋了 錯了 為什麼 自由 幸福快樂 我問一下 簡單的 它是一種 我跟你講 先講答案 它是副產品 不是你的目標該追求 如果有一個醫生 有一個醫生 他以追求賺錢為目標的醫生 你敢去看嗎 不敢 為什麼 這一次會好 給我看幾次有 就要賺錢嘛 對不對 他不會害死你 但是他分好幾次賺嘛 那這種醫生你不敢去看 但是有一個醫生說 我可以提供我病人最好的服務 為我的目標 這樣好嗎 真好嘛 所以他的病人很多 對不對 因為他的病人很多 所以賺很多錢 這樣對不對 對嘛 因為他得到錢的方法是對的嘛 對吧 他做對的事情 這是伴隨而來的副產品 不應該是你追求的目標嘛 你知道嗎 因為自由 幸福快樂 都是一個形容詞 你沒有人把感覺 當作你追求目標 你如果追求感覺 我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你有沒有發錢的自由 你想不想追求發錢的自由 有啊有啊 一個月給你多少錢 你有發錢的自由 一萬夠不夠 不行 十萬夠不夠 不夠 一百萬夠不夠 也不夠 一千萬一塊給你好 那還勉強 不行 一億夠不夠 我要說頂星每個月賺一億 你有賺得他多嗎 他有自由嗎 你還不夠啦 我告訴你 當你在講 你是追求感覺的話 你會跟著感覺來 而存在 跟著感覺走 而不存在 對不對 你如果按照感覺 來結婚的人 感覺沒有 所以我們離婚吧 是這樣嗎 不是嘛 一個女生 看到一個男生 這個帥哥好像可以 帶給我自由 幸福快樂 所以我嫁給他 嫁了以後 炒包一個 每天不工作 換一個 再來 這個曲角 說換一個 對不對 不對嘛 照理說你說我愛這個人 我願意跟他結婚 兩個人一起偏手之足 對不對 努力工作 建立一個家庭 生出一個孩子 爸爸做 爸爸該做 媽媽做 媽媽該做 小孩子好好唸書 晚上回到家 爸爸媽媽煮一頓豐盛的碗腔 大家坐在圓桌上面 一起享受 自由 幸福快樂的 感覺 對吧 當你做對所有事情的時候 這些感覺會伴隨而來 所以不應該是你追求的目標 你如果 你這個人是追求 感覺是你的目標的時候 我跟你講 課要最快樂 你根本不要辛苦工作 他馬上讓你感覺到位 對不對 你知道嗎 我這樣講課 不是要讓你embarrassed 覺得我哪有答錯 不是這個 我要你重新思考很多事情 你以前以為是對的 其實不對嘛 經過我這樣挑戰 你再去思考 不對啊 我怎麼可以追求自由幸福快樂 我以前要說這個 因為台灣人進這個就是這樣的人 那為什麼 這樣會有什麼壞的後果嗎 我跟你講 誰人管都好 現在換這個也是一樣 反正都是吃飯 就是做工作 就是嚼水 不是都一樣嗎 這就是台灣人 誰人騎誰人給他領地都可以 對不對 他不管是非對錯的啊 這為什麼我要說這個就是這樣 台灣人追求感覺嘛 到最後就是不管是非 所以你做什麼事情 只注重你也能看到 來 可不可以儘快做一下 謝謝 這就是追求感覺的結果啊 我現在的問題說 好啦 你再反問喔 你醫生如果賺不到錢 你是不是不當醫生了 對啊 你追求感覺 你的目標不存在啦 那你就不當醫生啊 對不對 我剛才講說 醫生你追求的是什麼嘛 對不對 你如果追求精神為目標 就要移心 所以當那個錢不存在的時候 你就不當醫生啊 所以 醫生只是你賺錢的手段嘛 這就不適合當醫生嘛 對吧 還知道嗎 當你要追求的東西不存在的時候 你的錢面都推翻掉了 來 不要講那麼複雜 來 台灣時間嘛 慢慢進入狀況喔 這幅畫看得懂的人舉手 應該沒有吧 這幅畫看得懂的人舉手 看不懂的舉手 這麼多啊 你們被騙了 我就開始問看不懂的喔 我要問看不懂的喔 看不懂的喔 你說喔 你說你看不懂喔 來 請問他是畫飛機大砲嗎 你看 你們看得懂啊 不是畫飛機大砲嘛 他是畫男生還是畫女生 你看 你又知道 你知道畫女生嘛 你看得懂喔 他畫幾個人 二三四 五個 你又知道 比我更快 對吧 你看有嘛 別說你看不懂 只是你看的東西 跟你其他的不一樣嘛 對吧 你們習慣看這個嘛 對不對 這一看就懂 這敢有人看不懂的 蛤 有沒有看不懂的 我跟你講 你們看不懂 他在幹嘛 他是誰 你怎麼會看得懂 他是誰 下巴 不是啦 你看你又看不懂 他是維納師 他在上廁所 你看 上廁所 你看不懂嗎 我說你看不懂 你以為你看不懂 結果你看不懂 你以為看得懂 你看不懂 大家人家就回去了 是不是 我跟你講這叫立體畫派 我給你一個解碼器 你一看就懂 上面這個解碼器 你亂碼你看不懂 來 這是麥克風 這是不是麥克風 這樣看是不是麥克風 這樣看是不是麥克風 都是麥克風 對不對 這樣一定要這樣看 好啦 這是我 這樣也是我 這樣看也是我 從後面看也是我 這樣一定要這樣看 沒有啊 所以你看一個人 可以從各種角度去看 對不對 當你物件固定的時候 你的觀察點一直變化 結果就是這樣子 Pekazzo就是不同的觀點 叫做立體畫派 不懂觀點看同一個人 從不同角度畫一部分 放在一起 就變這樣子 要怎樣 知道了沒有啦 觀點不同產生立體畫派 OK 好啦 但是不管如何 這三幅畫 你每畫一幅畫的時候 它有一個概念 叫做Consistency 一致性 你如果畫寫實 你就從頭 給我好好的畫寫實 你要畫立體畫派 從頭就要畫立體畫派 你要畫極端的立體畫派 你就從頭到尾好好畫這個 對不對 叫一致性 Consistency的中文叫做一致性 你做一個人一致 譬如說我怕你穿西裝 戴領帶 對不對 我右腳穿球鞋 不是 穿皮鞋對不對 左腳穿高跟鞋 會不會怪怪的 怪啊 你這個人有問題啊 你不一致啊 你是男生嗎 不是穿西裝 不是應該穿皮鞋嗎 怎麼會穿高跟鞋 大家不要一致 對不對 他就不一致 他就要行為上的不一致 就是Consistency 一致性 你如果三個都不同 一跳絕對抽象 一個叫部分抽象 一個叫寫實 這個話不會看的 這個字就是Consistency 我今天要講hozoku 法則 法則是什麼東西 法則就是放諸四海 這不是the law 不是法律喔 我這裡講是法則 放諸宇宙接準的道理 只要你活在這個系統裡面 它就有一個道理 是放諸 比如說萬有引力好了 宇宙的每一個點都萬有引力 這個應用在當地嘛 對不對 那個location 你住在地球上 這地球上每一個點都有地心引力 對不對 你就受限於這個嘛 你只要活在這個系統裡面的時候 你就要尊重這個 法律嘛 對不對 這個大自然的法則嘛 有地心引力 所以你在寫什麼 建築法規的時候 你就要考慮有地心引力這件事情啊 你不可以容許建築物 傾斜到超過一個角度以上嘛 對不對 或者你建築材料 一定要規定某種材料 要有多少抗力才可以嘛 對不對 你寫建築法規一定要這樣子嘛 你要寫民法的時候 這個宇宙中有男有女 這個男女要生拖生後代 所以你的民事法裡面 一定要保護家庭制度嘛 因為這是宇宙的原則嘛 你知道嗎 有一個種是放諸全地球各處皆準的道理嘛 人是有分男女嘛 是要傳宗接代的嘛 要不然人也滅掉嘛 對不對 所以你要想辦法保護結婚家庭制度嘛 是不是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好啦 如果你寫東西跟大自然法規互相抵觸的時候 是誰倒霉 當然是人倒霉 不會是大自然倒霉啊 人會被消滅掉啊 所以你要配合大自然的法則嘛 一個law 法則啊 因為這大自然有一個consistence 它一致性 所以你要配合那個嘛 我跟你講 我們就是因為美國它的法律有一致性 你到底肯定到肯定到肯定了 你知道嗎 我們今天民政委會成立 是因為美國的法律有一致性 是什麼樣的一致性 美國的憲法上面講清楚 它尊重憲法跟尊重treaty 就是條約 是一樣的等同一個位階 對吧 那這意思是什麼 那我既然美國簽了究竟戰合約 我就會遵照 我會以遵照憲法的方式遵照 究竟戰合約 究竟戰合約裡面 它是我們的主要佔領全國 你就按照戰爭法來執行這件事情 萬國公法戰爭法都是美國所尊重的 他們是這樣的一個國家 所以你按照Consistent的願意 你要一致性啊 你嘴巴上講 你的行為要做出來啊 所以你要照顧嘛 你給我這麼想叫我買武器 你給我這麼想改我的國籍 你給我這麼想改我的議員 對不對 你用這個去讀它嘛 你讀在法院裡面 法院 我跟你講 Consistent這個字 就是一個刑事系統中 不遇含矛盾 法庭雙方都在證明對方論述 我告訴你 法院告到背後都是怎樣 指出對方的論述不一致的地方嘛 邏輯不符合嘛 你的證據不能支持你的論點嘛 就這樣啊 指出對方就贏嘛 所以我們在法院裡面告美國 就這樣啊 指出他邏輯不一致的地方 你就贏了嘛 贏了之後就按照正常的方式去進行嘛 就是Consistency 另外一個東西我要講的 Integrity Integrity就是表裡要一致 你所言稱的跟你做的要一致 一個政策裡面 你要做老大要做中路 一定要講白嘛 我要跟這組人的 跟那組人的標準都一樣 你如果不一樣 人家會挑戰你 你憑什麼當老大 對不對 你的判斷標準不一樣 你不講白 你會用來 同樣嘛 美國你要做老大嘛 你要做全球的老大嘛 對不對 你武力 你搓腳跟大腳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大家都會聽你的嘛 但是你做事情要一致啊 你要做老大 你就要有什麼 Integrity Integrity這個字叫什麼 表裡一致 你宣稱的跟你做的一樣 講Integrity可能你不知道 相反之就是 Dishonest 不誠實 另外一個相反之叫什麼 Hypocrite 偽善者 就是你摔一套說一套啦 那個叫偽善者 美國這是罵人的話呢 當然美國是一個三權分立 當然有它的國格 它不會隨便這樣子嘛 所以你把它堵出來嘛 美國你來照你的 所講的去做 所以才有今天的民進府 才會我們保證說 我們法院再告一次 別個中華民國一定要走 一定要走 很簡單 這是一個邏輯 這是一個法理 你們來這裡就是訓練這個 基本的邏輯跟法理 過期我們常常被打的都被打的 是非對錯 是非對錯 上下左右都分不清楚啦 來這裡就是 我們講 歷史上的證據 對吧 就是這樣 邏輯的推理啊 科學的證據 這說這說 我沒有跟你畫大餅 叫你去追求 沒有 就是這簡單的東西 大家都可以自己下判斷 來 系統轉換的時候 過期我們 國民黨要給它通編 邊一套謊言 他用歷史的方式 叫你去背 叫你去記 去記它的編造出來的歷史 那我怎麼把它戳破 我怎麼 我 來 說這個 很多 台灣人哪有少人 說我不喜歡歷史 不要再說這個 我沒有興趣 我告訴你 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 史觀非常重要 觀點會影響你的立場 立場會左右你的選擇 選擇之後會產生行為 行為會決定台灣人的命運 小看 任何一個人寫歷史 在座各位 你有沒有人在寫歷史 沒有 你頂多寫個人日記 學校的校史 要不然寫公司的嚴格史 有人在寫歷史 沒有啊 那是國家統治者的那些 你不管寫什麼東西 它都有一個觀點 Point of view 一致性 一致性 從頭到尾都是一樣的觀點 它不會跳來跳去 它不會是啼笑 那既然一致性的話 你有你的觀點 我有我的觀點 哪有男生的觀點 女生有女生的觀點 北美的印第安人 有印第安人的觀點 北美也有白人的觀點 誰的觀點比較重要 誰的 強者的人觀點贏過嘛 每個人可以堅持自己的觀點 北美的印第安人 如果繼續堅持他的觀點 今天就不見了 所以很多族不見 北美不難幾百萬人 江青般的印第安人 現在只剩下沒有幾十萬人 幾百萬人而已 現在一點點 因為他堅持他的觀點 又沒有實力的時候 就被滅掉了 就這麼簡單嘛 好啦 男女 男生有男生有女生 結婚的當天就可以吵架 你知道嗎 為什麼 男生坐在那邊 太太就煮一道 新婚的太太就煮一道菜 放在那裡 你先吃你先吃 繼續再炒另外一道菜 先生說 拜託 當你煮好了 放在這裡 大家一起吃好不好 再開動 太太說 要不然你先吃 為什麼要這樣 我們家從小到大 大家煮完菜 擺好餐桌 大家桌定位 開始開動 太太說 我們家是做生意不太浪費 你先吃啦 這樣就可以吵架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每一個人把他從小到大的生活習慣帶到婚姻裡面 不同的觀點 在這裡 衝撞 衝突了 對不對 衝突結果會怎麼樣 要協調對不對 協調如果不好呢 就分開了 對吧 請說吵架打架 對吧 人之間是這樣 但是國跟國家不是這樣子 西人 那就引起戰爭 對不對 觀點不同 最後引起戰爭 戰爭的時候 他就襲襟這個人 國家層次是這個 我現在不是一男一女之間的東西 國家跟國家就是不是開玩笑的 觀點不同 在那邊爭奪觀點 掌控觀點的權利 所以觀點中中 當然重要啊 史關非常重要 觀點影響立場 立場左右選擇 選擇之後產生行為 行為決定台灣人的命運 所以過期 他都給你灌輸一個觀念 中國人來都給你洗腦 給我們下一代洗腦 怎麼洗 比如說 二百四十表人不算什麼 有沒有 你有聽到他的故事這樣說 對不對 當然不對啊 四個是我們台灣人 台的是你們中國人 對不對 你一直流亡在台灣的台灣人 跟我們台 結果啊 我回去家裡 二二八三 我跟我們兒子說 明天放假 你老在家裡 爸爸放一點影片 給你笑人 過期台灣人這樣想 我說爸你不要開玩笑 明天是放假的 大家都慶祝 都安好 卡拉OK啊 要去shopping啊 要跟同學玩啊 搞得這麼憂憂愁愁 幹什麼 你看 小孩子現在已經採取中國人的觀點了 覺得這是放假的日子 被顛覆掉了嘛 我們的紀念不是 都顛覆掉 變成慶祝的日子 有沒有搞錯啊 我們頭一台人 一禮拜 第二台去捏去做兵 第三台受他的教育 你們都中國人去了耶 台灣人被滅掉了 你已經沒有所謂的台灣人意識了 沒有啊 這很慘耶 我告訴你 我一部一部說多少 再來MOTIV 他們建議會說馬關條約 沒有要跟你說什麼 開樓面 沒有跟你說馬關條約 真的決定台灣這個土地會主要什麼 兩個條約要一 一個下關條約就是馬關條約 一個就是究竟那合約 只有這個合約才能真正決定這個土地的歸屬 101你發一千塊又沒變你的 那真的叫契約上面寫 你說101得多少 150億我來叫出去 那名字換到你的嘛 這對嘛 這就正式是你的嘛 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一個條約把這個土地交給他 啊 你現在用騙的啊 大家要去相信啊 第三個 Self Interest 他竟然會說 喔 台海要戰爭的 你就要買武器 大家要去繞水 黑市名要去買武器 以前還有房勞郵票 喔 捐獻出去 真的耶 台人在說呢 為什麼他就掌握這個觀點 他給你灌輸一個死官料 你都變野人了 收編了 我現在走就是要幫助台灣人 有支那的系統走出來 怎麼走出來 看一個簡單的圖 這上面 我們講到透視 建築透視圖 perspective 透視圖你能看嗎 好啦 我問說 這裡有四張透視圖 哪一張最清楚 哪一張最清楚 我要開始問喔 認為這張的請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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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就知道有人舉手 認為這張的請舉手 這些人才對啦 這個才對 這個是錯的嘛 你三個都一樣大 你怎麼知道哪個是遠哪個近啊 你一定要看 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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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會清楚嘛 你懂我的意思嗎 你如果這個不會看的話 那你怎麼看歷史呢 你可以把所有東西 編得一樣大耶 你沒有perspective耶 你看不懂歷史耶 所以中國人 給你算算台灣人公主了啦 你現在連個透視看不清楚耶 你怎麼看歷史的透視圖呢 我告訴你一個簡單的 過去 本的時代的建設 給你做得比較小 中國人說 喔 台灣市 給你講一種 大英國統治時 台灣的時間是六萬四萬年耶 跟你講這兩百年耶 那就是扭曲嘛 他把它比重 比重 大量給你放大嘛 你說台灣書都幾個人 在說 明明課卸道 有的沒有的對不對 他就是扭曲 用量的方式嘛 日本時代都不會記嘛 真正也不會記了嘛 是不是 他變相把你扭曲 你看不通歷史的嘛 叫你去背嘛 我們下誓嘛 送到你去受教育嘛 就這樣啊 我們到的做也不對的事情嘛 來 下一個 所以我要開始 給你們整理嘛 你們讓你有正確的邏輯觀念 在法院裡面 講究的是證據 當你有100個證據的時候怎麼辦 要把證據分類嘛 首先第一步 A B C D X X是什麼 Gate證據嘛 法院要做的事情 就是假證據完全排除掉嘛 剩下對的裡面 再給它分A B C D A級的證據是科學證據 這沒辦法騙耶 比如說這個開清一下 用彈道比對是科學證據 沒辦法騙人嘛 對不對 那最準的嘛 講到科學大家都可以接受嘛 其實不光是這樣 越上面越接近客觀 越下面越接近主觀 這個車禍誰撞誰 路人假路人乙 都說不一樣 因為是不同人的觀點嘛 對吧 所以科學證據嘛 就是什麼 基本的邏輯 推理 物理性質 化學性質 生物性質 這些東西 大小溫度 這些東西叫做客觀的證據 這個出來以後 越下面越靠邊站喔 那是個人的觀點的問題 第二個 歷史文獻 History Document 我問一個簡單的 結婚兩個人要結婚 一男一女 要簽個 在結婚政治上簽個字 怎麼不容易 不容易對不對 喔 他 談戀愛台灣好幾年 雙方家長也看過了 決定要聘金是多少 要錢多少 要不要再簽字嘛 對不對 都很難對不對 那我問你 要46個國家 同時同意一件事 簽字是不是更難 當然啦 九金三合約 九金三合約 46個國家同意簽字 它是不是效力 在法律上效力 遠高過你剛才講的 兩個人簽字 對吧 是啊 比開羅宣言還不用說 還宣言而已 對不對 再來文字記載 推論假說 這來聽我特別講DNA 待會兒我會講 好 A級證據 你們自己上網打 Human Migration Map 人類遷徙史 遷徙史 這個國家地理雜誌 您都聽過 沒有聽過舉手 國家地理雜誌 你們有國家地理頻道 你有聽過 那就是那個 你知道嗎 很出名 他們很有錢 他們就做一個東西 他們有一個高 有一個博士叫做 Dr. Spencer 你知道最近 DNA的研究很發達 你們孩子怎麼生 我爸爸的財產要留給誰人 很簡單 棉花棒裡面口腔刮一下 送到實驗室 馬上就出來了 幾億對的人 是基因排列的照片 兩天就好了 不用想多久 現在用基因 用DNA來證明事情 你知道嗎 你們有沒有 要睡不睡 OK 我們在傳宗戒戴 狼蝶傳宗戒戴的時候 會做一個動作 叫做 染色體複製 你身上的染色體 跟你太太各取一半 然後複製在小孩子身上 複製過程當然會產生誤差 這個誤差叫做突變 突變基因的話 就等於是一個記號 所有你從這邊生出去的小孩子 都帶同樣的記號在你身上 所以你就知道 這都對你這麼生出去 你知道嗎 是你來看你是誰生的 這個一代一代就傳下去 所以 Dr. Spencer做了一個 Research 70萬個樣本 抽樣 sampling 抽血 有70萬個sample 現在已經超過70萬 我跟你講光做台灣的研究的話 50 差不多 一兩百個就不得了 就可以cover 涵蓋台灣這樣大小範圍的人口了 70萬不得了 那非常精密 70萬做出來以後 就把所有人類的遷徙 從哪裡到哪裡 就找出來 這張圖畫出來 你們上網打就有了 所以按照這個圖 它有一個箭頭 箭頭就是最後它到哪裡 比如說這個B最後到南美洲 M3這個東西 那你就看這個顏色 有橘紅色有藍色 你就往回追 就是它從哪裡來 對吧 結果所有的箭頭 到最後都是從哪裡來 一開始哪裡 你看看 你們會看地圖嗎 最一開始從哪裡來 這塊是非洲 六萬年前從非洲 現在活在世界上 所有的人類 六萬年前從非洲 一對男女裡面生下來的 很有意思 這些非洲來的 有一部分就是往歐洲走 有的人往這個地方走 有的人往南部走 對嗎 這樣看得出來嗎 你看 過去這條 你上Google Earth去看的時候 過去這邊是沒有海的 海底的地下有些淺灘 可以往走路走到這裡 不用坐船 你看Google Earth去看 Google Earth去看就知道了 然後 來 所以那時候 會說 徐老師 我對於這個 有點遙遠 我比較想知道 我們台灣人對都要來 對不對 我就看 我看 我教你們看一個書 叫M174 M174 在這裡 你看 所以我們縣是從這邊 從非洲出來以後 走到現在很出名 南夜門 然後走到印度 這裡是印度的南部 再來 找到馬來半島的南部 再來 找來台灣 再來去日本 再來 你怎麼 朝鮮北部 對不對 你有在跟著我嗎 還是都睡了 再來 都到所謂的什麼地方 中原地區的南部 對吧 因為它是一塊大的土地 你別說中國 中國是後來才有的 對吧 所以到這裡是四萬年前 到所謂的中原地區 是兩三萬年前 差要一兩萬年 到這個所謂的中原地區 有什麼人 你看 有歐洲來的 中亞來的 有沒有看到 從蒙古下來的 從印度上去的 有沒有 有沒有 從緬甸緬移這邊上去 所以 住在這個 所謂的中原地區的 土地上的人 是很多層 十幾層的人 在上面 十幾種人 住在同一個土地上 一兩萬年 是不是 叫什麼 是不是雜種 誰是雜種 誰是雜種 對了對了 住在這個土地上 是雜種 沒有錯啊 十幾種人 那個人不是雜種 是什麼 過去那個 那些韓國人說 我是中國人的祖先 中國人去到那裡 怎麼會是 我給科學證據告訴你 韓國人 的確 有一部分的 知識到的人 是從韓國去的 沒有錯啊 DNA嘛 我們就是科學證據嘛 對吧 但是韓國人從哪裡去 日本去的 對吧 我們不要一次挑那麼快 那日本人從哪裡去的 台灣去的 台灣人從哪裡來的 我們也要辦老才來的 再來 最重要的就是非洲 所以這有時間點了啊 四萬年前到這邊嘛 所以我們 我們這些人 一直在 四萬年住的那些島 沒有出去 為什麼 以前沒有航海技術嘛 海水一上來 就住在那些島上 在那裡 所以我們是 支那人的祖先 我們是中國人的祖先 他就要我們拜 不是我們拜 你知道嗎 對不對 他慎重追遠 要追到台灣來啊 所以你每一年 清明節一陣 你把中國人拜 你就拜祖了 你拜中國人做你的祖先 你就拜祖了 拜什麼祖 拜你四萬年以來祖先 不要開玩笑 為什麼我們會去拜祖 拜祖 因為以前 大清廟有跟我們通廳 兩百多年 我們會怕祖先拜 他就跟我們拜 現在電腦拜了 現在知道嗎 你知道你的血統是什麼 這很簡單嘛 就科學證據 我偶爾跟你講一下 這個東西 我講了三四年 如果是假的老趙 就有人吐槽了 所以 Dr. Spencer這個計畫主持人 講一個很有名的話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最偉大的歷史故事 是記載在我們的協議裡面 沒有法治人 變人家按照他的政治來寫的 中國 有沒有中國人 沒有耶 有沒有漢人 沒有耶 有的話你把他的DNA拿出來 說這叫中國人的DNA 你把定義出來嘛 沒有嘛 當你講中國人的時候 是不是漢滿門回帳描描 親自要拆幾種 哪一種就是中國人 你告訴我 如果你說人種包括哪一種才是 你說只有漢人才是 最好是這樣說 那你說 我就問說 那漢人DNA在哪裡 你把它找出來嘛 找出來之後 你把它定義出來 我再拿我的去比對嘛 我才知道我是不是漢人嘛 對吧 結果你都拿不出來嘛 你定義不出來啦 反而定義出我們台灣人是什麼人 從你知那人身上 找出我們的DNA嘛 所以我們是他的祖先啊 那你想什麼 你想說你說台記就變台灣人了 就有法権來的 說客氣就變客人 結果都不是 我們都是八婆祖跟五三組的好代 我們都住在這塊土地上生一段 有人說 以前有很多移民 錯啦 我跟你講第一代 老漢卡來 男人來的 帶什麼男人 那時候不能帶家眷來的 一定帶八婆祖的男人嘛 第一代生出來的孩子 一半一半 對不對 第二代 還找一個八婆祖 以前也沒錢 還跑回去搶 在地就是要找一個八婆祖 那怎麼樣 quarter 四分之一 對不對 第三代就沒了 主要都是這個土地 主要的 我們majority是這種人嘛 M174的後代嘛 你知道嗎 那過去是讓理事去騙人 幫你洗腦 目的是什麼 為了政治的理由 要幫你喊好統治嘛 幫你塑水嘛 我剛才講 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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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水 財務 用視性的方法 改變你的心事 改變你的宗教 改變你的語言嘛 結果我們在同一種人啊 我們是平坡祖跟古代祖的後代嘛 知道了嗎 這樣清楚你自己知道自己是誰嗎 這個是另外一張圖很清楚嘛 時間點嘛 六萬年五萬四萬三萬兩萬一萬嘛 這圖表不是我做的齁 你可以上網去看 到這邊已經四萬年 再來 藍色一萬兩萬年前 你是誰 你叫什麼 我在拜國尋到你 你就叫拜國好了 這句話怪怪的齁 為什麼 你是誰呢 你是白人呢 這個故事你可能不知道 1719年的時候 有一個白人坐著 到一個荒島上擱淺 那些東西拿出來 那個叫魯賓孫漂流記 有聽到嗎 對對對 這個白人在那大堂 兩個月以後 當地的土豬來找他 他看到他給他賠名 照理說應該是黑人和白人賠名 怎麼會倒過來呢 你懂我的意思嗎 印第安人是叫印第安人嗎 不是嘛 印第安人本來叫印第安人嘛 不是啦 是白人給他賠出來嘛 對嗎 台灣人本來叫台灣嗎 母親的名字叫台灣 我問你 母親的名字是不是叫台灣 不是嘛 叫什麼 佛摩桑 佛摩桑也不是嘛 那是葡萄膏被人取的嘛 我說母親的名字本來沒有名字 你在一塊土地上 四萬人不在外面接觸 你需要有名字嗎 你以為世界就這麼大嘛 誰人給他賠名 只有外界人進來 才會給你取名字嘛 對吧 你那時候頂多是 這些土上面 不同的部落之間 互相叫名字嘛 你叫名字的目的是 要identify 認出這個人嘛 對吧 認出這個族嘛 那你沒跟外界接觸 直到十三世紀才進來 所以 葡萄牙人 第一次說 佛摩桑 美麗之島 我們就開始有外界的名字 我們正式的名字是什麼 那正式的名字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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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地雜是1920年 FOMOSA的標誌 剛剛有用台灣 沒有啊 FOMOSA 台灣是中華人之那人 給我們叫的啊 Tons of Express for Formosa嘛 對嗎 Billy到洪炸台灣的時候 從飛機上照的照片 在紐約 報紙上頭條 陳頓的炸藥給FOMOSA這個島 究竟在合約上面講什麼 Japan renounce all rights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Pascador 還有用台灣 沒有啊 你在合約 我問你啊 所有的條約 最後是根據什麼 日文版還是中文版還是英文版 蛤 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 條約最後是根據哪一個版本 當然是英文版嘛 全球的條約都是根據英文版 包括下官條約也是有英文版 最後有爭議是以英文版的為主 你知道嗎 所以英文版上寫的名字是你正式的名字 當然是啊 當然是啊 我告訴你 你買了1016上面要寫名字 怎麼寫阿草的買 不行啊 但問草 你要整全名下來嘛 要不然人家叫阿草的一大堆啊 這件事是你啊 他啊什麼的 所以你要負心 把你的本名寫上 附上身份證字號 加上什麼都有的沒有的 對不對 要確定說這個問題是你的的嘛 同樣的 你只要在條約上寫的名字 一定是你的本名嘛 所以國際社會看台灣是什麼 FORMOSA 以後再講多一點 存在感 你什麼時候知道 你自己存在 你出事後 你當時知道你知道嗎 你自己存在 我告訴你 你開始吃媽媽的奶的時候 開始知道 除了你以外的存在 存在的證明你自己 對不對 他都要好 媽媽跟你一起喝 有另外一個滿足我的需要 我的存在感 在那個時候就開始建立 慢慢的 我的兄弟姐妹跟我玩 我更多的reference point 參考點增加了 再來爸爸跟我玩 親戚朋友跟我玩 對不對 所以從小到大 如果存在感強的小孩子 他的自信心就強 自信心強的小孩子 他學習力就強 學習力強的小孩子 他的競爭力就強 以後就成為可以 貢獻別人的人 但是這個process 這個過程出問題 主持人開始 把腦子丟掉 把牠子丟掉 那寶貝會嚇一跳 這什麼狀況 對不對 我來掉是一種 我把腦子丟掉 是正常的 把牠子丟掉 好對不對 很可能 我過去去育兒院 在很多吃飯 好吃的東西 帶他們做遊戲 很快樂對不對 但是總是有一兩個小朋友 米的肚子腳不快走出來 他剛剛很奇怪 吹個家就吃 出來出來不要 這樣 後來那個老師才跟我講 這就是受虐兒 主持人競爭得大 也就是我剛才說 他在形成 存在感的過程當中 說他虐待的時候 這小孩子會有問題 他沒有存在感 他在建構 小時候就要慢慢 建構存在感 才有自信嘛 他們變得沒有自信 不希望你知道他存在 這就是過去台灣人 經歷的事情 我是台灣人 我拔下去 我要說台灣人 我拔 對不對 發車發錢 那就是台灣人 過去經歷的事情 你們年輕人一代孤人不知道 過去連說台灣這兩年也不行 母親也叫台灣人 剛才有什麼 叫 叫 叫 我們現在的臉書 都是受虐兒的臉書 台灣人現在都是這樣 不夠可憐 是法例把你討伐出來 我今天跟你講 你們才醒過來 這就好像這樣 我來講一個故事 台灣人自己的名字都說不出來 為什麼 過去在格拉森地方 聖經上有個故事 有一個地方叫格拉森 格拉森是天然的石灰岩洞 九灰 那就是水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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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村子裡面走麻煩就把鐵鞋打起來 鬼沒到創的燈子走下去 恐無有力 耶穌來的時候 借人就走來 哇 像亞蘇頭真的跪下去 因為耶穌是神嘛 祂是代表真理 永生上帝的孩子 我的時間怎麼不夠 你現在來的是什麼 順便叫我現在就下地獄 耶穌不跟他講話 問說你叫什麼名字 這個年輕人打不出來了 為什麼 鬼要把他拆掉 所以最後問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有鬼幫他回答 他說我叫群 一群那群 因為附在他身上的鬼很多 也就是說 從這個人身上出去 那鬼就怎麼整天就走出來 附到豬身上 豬就衝到海裡面全部淹死 這個人就脆掉了 脆掉了之後就恢復理智 三群都回來 講得出自己的名字 過去台灣人說 你是什麼人 我是中國人 你看 是不是鬼聽你回答你的名字 你不是嘛 你回答怎麼是鬼聽你回答呢 中華民國是鬼政權 你知道嗎 當然是啊 離開他本來的身體到另外一個地方 台灣不是他的啊 他的土地在中國啊 那不是南京啊 那是他的地方 你早就離開你的身體的不是鬼是什麼 是不是 你的憲法裡面法定的領土到現在還沒有包括台灣 你的憲法怎麼實行在你身體以外的地方 你不是鬼是什麼 鬼警官嘛 對不對 現在法理出來這鬼就要走 對不對 我們國際法理拿出來這鬼就要走 那鬼就要走 那鬼就要走 下死命要讓鬼走是什麼人 誰 黨基耶 對吧 黨基以前是靠鬼附身在賺錢嘛 誰是黨基 台灣人裡面誰是黨基 國民黨裡面的本土牌嘛 民進黨嘛 對不對 全民黨裡面的台灣人嘛 那不是 就是以前靠這鬼附身探錢的人嘛 那現在鬼要被冠走 黑身要把牌撈走就是這人人嘛 台灣人耶 是不是 所以法理要出來就是要把這個鬼趕走 要知道齁 好啦 被抓到這位王子發現自己人生死後怎麼辦 我現在沒有鬼問情況要走得快 回到原點重新出發 來 因為今天喔 我們時間縮短了 這要哪 這說到種族滅絕啦 這觀念你要知道啦 西班牙國家法院根據普宣寡西港 對中國江澤民 李鵬發出戴博令 為什麼他對西藏犯下種族滅絕 哪個國家受離職 自取之路 過去中國人喔 西班牙法院說你種族滅絕 種族滅絕的時候 受害最多的是什麼 猶太人 猶太人在1951年的時候定義一個規則 Fossibly trifling children of the group to another group 就是把你小孩子送給對方做教育 這就是台灣人過期經歷的事情 你還勉強自己的小孩子 送給中國人滋納教育 現在中國歷史還增加加量加價 叫你講中文 那就是除了我剛才說 頭一台去用台積 第二台去做第三台 這些都要教育 這就是種族滅絕 各位台灣人說 不要叫中國人不要叫外星人 那是一個要被滅掉 大量的中國人進來要把你攔著 這就是中國對西藏做的事情 他沒有真的殺到那麼多人 但是他大量中國人進去跟你混 跟你混 跟你混 沒有西藏人 所以西藏得了那個什麼 達人的海姓 走什麼 走就帶一個西藏人 逃到印度德蘭沙 在留他的種 從此以後沒有西藏人 都跟支那人混到亂七八糟 是這樣 他在留他的種 台灣人不知道 中國人很假的 一方面說 我保育熊貓 熊貓快要滅亡了 就要滅掉了 所以我就用全國之力做 結果你對人是這樣 你對動物這樣說一套 做的是另外一套 你會滅掉西藏 是不是 台灣人也是經歷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不要叫中國人不要叫 我告訴你 在留種 我告訴你 台灣人可以嫁給非洲黑人也可以 馬來西藏人也可以 美國人也可以 歐洲人也可以 中東人也可以 就是偏偏不能嫁給中國人 為什麼 因為全世界其他國家 對這塊土地沒有野心 只有中國人對這塊土地有野心而已 要把你吃下去 你知道嗎 你其他人都可以 我們不是種族氣質 如果種族氣質 我不會建議其他人都可以加 就偏偏不能加中國人 因為他們對這塊土地有野心 所以跟他結論這件事是不一樣的 是有政治意圖的 你知道嗎 要留你的證 你不要搞不清楚自己是誰 他已經頭腦已經瀉了 你連親戶也要放給人 來 我時間不太多 我直接講到日本 日本時代 過期這個 你看 清早 這知道嗎 這第二位知道嗎 我告訴你 明正十一說正成功降臺灣 結果他的私立範圍就這樣而已 是不是很好笑 正成功降臺灣 他在那裡 他出的不是他降臨 你看 各位看嗎 其他人是其他人的勢力範圍 後來 回到這邊 1895年 1945年 我就補充一下 我們過去沒有的資料 大日本帝國統治台灣人 不同的總督 第一代總督 華山志祭這張 貴太郎這張 南部市長這張 阿里元太郎這張 那時候大部分是後騰心 你也走了 來做為什麼 軍政轉民政領台上 租稅檢美預告 地方官製 委員立法制度 確立 台灣總督府平議會 開始 地方法院 副省法院 高等法院 第二代總督貴太郎 第三代總督 南部市長 做什麼都在這裡 都實在很清楚 第四代總督 你看 財政二十年計畫 唐業政策 確立台灣神社創建 獨立全島道路建設 有沒有 便宜十間 對不對 醫學院設置 有沒有 教育會設置 阿片制度 什麼 都有啊 衛生設施 張腦 煙草 戶口調查 你看 再來 以前你說 大京帝國建設台灣 沒有啦 蓋什麼 大京帝國 如果有耗盡 台灣 請問他花了多少錢 每年的預算 從哪裡撥出來 大京帝國自己財政 有問題 自己都管理不好 還要管理台灣 從來就不知道 台灣有多少人 來 這是日本時代 台灣開花賊金 你去帝國議會 預算 有通過 花賊金 你們用日文去查 都可以查得到 來 古代 農會設立 內地 農民移民事業開 台北市街道 下水道 那時候已經有 中國人還不知道 下水道 已經在1906年 已經開始走了 中央研究院 化學部 衛生部 松山療養院都有 在六代 我今天要說的是 黃太子那一年來 這叫田建治郎 特別有一個事情 台灣人有 在日本留學社會 說台灣很老人 你不能來 結果 總督夏姐的朋友 日本聽說 台灣思想惡化 是因為在東京的學生 台灣沒有幾個人 但是他是傾向社會主義 沒有他危險 一般的人民是忠實順良 奇怪 過去大清帝國對台灣人是什麼 三年一小晚 五年一大亂 男無情無女無異 批評台灣人 跟沒有這個好 對吧 但日本人總督的觀念 是說 一般人民極其忠實順良 你阿公阿嬤的事 都少年一本世代 為什麼 我說 男人被丈夫好好的對待 不會去抱怨 不需要跟你吵 對不對 你對我好幹嘛跟你吵 台灣人的抱怨一定是被 不合理的對待 才可以換 一般實在對待好 當然都會點不點 都會直接 沒有辦法勉強人家 去讚美別人的 來 這是過去的台灣人 誰做這型 你們在座誰的穿著 比他好看的 現在這個女生穿著 這法國高級定制服 留歐美的 親戴公姐名給你聽 這個杜秋明 高全醫院的創辦人 這是去過一片 這是過馬生 科文比亞大學念神學 過去的台灣人是這樣 1920年的台灣人 誰做這型 男的英俊女的漂亮 那不是 這是台灣人過去的樣子 我給你看 1943年全台灣小學 1099所 小學生932525人 台灣人民的義務教育普遍率 日本統計之後變成這樣 本來是平均29歲 台灣人平均二十幾歲而已 後來日本人給你教育 衛生 給你做了變成這樣 所以日治時代 台灣人留學日本風紀這樣 1945年統計 留學過的台灣人 20萬人 20萬人 20萬人留學 這我告訴你 這大學同學路 什麼人都有 你要去查 鹽水龍 吳春安 吳錫元 科維中 你看 U of Washington U of Columbia 有沒有 不同大學畢業的 柏林大學 這是同學路嘛 過期的台灣人是這樣 這裏有一個科目 出賣台灣人 我是台灣人 我不是中國人 就是這個 叫什麼 我從來想奇怪 怎麼會是他 後來去查他的同學路 才知道問題就出在這裡 你看 U of Illinois 念什麼 政治學沒有錯 這OK 但是到最後什麼 南京政府外交部 奇怪 你一個人 怎麼去南京政府外交部 你去做外交部 你去做外交部 那是西中的中國人 才來做這件事 怎麼做的 表示他認同他是中國人 你知道嗎 台灣有一定人認同 OK我時間差不多要放影片了 來 先給你們看一些照片 我以前 大清帝國的時間的照片 馬接博士 那時候來台灣 萬歲機 我的照片從這邊拿來的 來 開始放照片 我跳很快 來我們去看照片 很快的把它跳完 來 讓你們看 過去 以前淡水 這是什麼 檳榔西施 以前檳榔西施 阿嬤在阿嬤買檳榔 以後我們檳榔西施改成這個 我們檳榔吃的人口會減少 馬上減少 不用勸人家不要吃檳榔 這樣就夠了 阿嬤去買檳榔就好 這是西鄉 那時候有牡端舌事件 勸他們 我們關主朋友出草 出草就把人頭抖起來 出草 那些日本軍官說不行 歸順的那個高沙族的人 你看 每個人拿鐵架 鐵架上面是什麼 不是菜肚喔 人頭 上面一顆一顆都是人頭 這上面都有人頭 你看 這是 慶典嘛 對吧 婦女的唱歌跳舞 這裡有日本軍官 這邊小孩子在看熱鬧 你看這婦人手上面拿什麼 人頭 以前有漂亮嗎 漂亮 1920年的高沙族的女生 很漂亮喔 好清秀 你看 兵念武器 你看 日本軍官 頭目 頭目 每個頭目 你看 兩隻腳中間都是什麼 一顆一顆是什麼 都人頭耶 那邊沒抓那時候 四千多顆人頭被砍掉 日本人幾百顆 所以你看 就要保護嘛 對不對 小孩子的辛苦都沒有小禮 那時候 高沙族衝到學校裡面 把學生都殺掉 反抗他們的教育制度 日本的老師給他救出來 把這些都藏在糞坑裡面 生還者 後來接受教育就改變了 你看 接受教育 日本第八年段開始畫畫 享受人生 你看 過去的台灣人 漂不漂亮 高中生 第三孤陸的女生 台灣人現在都拚這樣了 面子都不一樣 過去有沒有氣質 我跟你講 隨便看 每個都漂亮耶 每個都很有氣質耶 標準很一致耶 你有沒有感覺 你們感覺得出來嗎 你們女生會看女生嗎 男生也會看女生啊 漂亮喔 穿著、特殊 都看得出來 這北一年的家政客 你看 這在公費燈 來裡面你看 你看 廚房的設備 撞球台 你看 這不是一般特別的耶 這是華山對上南門國小耶 每一個人都有手套 每一個人有球帽 有制服 有棒球有球棍 上面用棍子去打石頭 哪有這麼可憐 難民打在旁邊這樣去啦 那時候 不可能打到日本的甲子園 拿到冠亞軍賽 不可能這樣打 全台灣有 我手邊就幾百張的那個 棒球的合照照片耶 從台北到高雄到屏東都有耶 那時候 每一個人都有對齊耶 你看 有沒有真事 日本時代就是這樣啦 有公車 你看 以前建築的學生 你看 帝國的 好的高中的學生 你看 這是什麼 日本人去的 會在植林地蓋這個博物館 不會嘛 對不對 放影片喔 好 開始放影片 讓你們看 好 開始放影片 有點像 加油 我々はこうした情勢を打ち破るために 下に強固なる北方の一線革新 更に南に産業と経済の生活線を開いていかればなりません 好指 熱と光に恵まれた台湾 それは我が日本の富の泉であります 日本領土の中でただ一つの熱帯および亜熱帯地であ 1895年4月17日,馬關條一簽定,台灣貴族我國,到日本立國 2028年台灣總督執政40年,拍了一個影片,做一個這些男人做了什麼見證的照片 新興的台灣 對以前的起承,起承,好像聽到這樣 總督的死政事 改曆之前我們被清朝政府當作畫外荒地 台灣的居民是畫外之民 改曆之後,你看看看看 日本政府致力,帝國臣民 憑定土匪的叛亂 產業的指導獎勵 鐵路港灣交通建設 通信衛生整備 治水灌溉以番教育普及 地方制度或者軍事方面 都非常進步 都已經很完備 這幾個月 一本市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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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其實有夜景喔 他在甲蚊蚊 現在延... 明治是有個大颱風 他在記憶裡面 過去大紀錄有記憶跟記憶寫進去 整理過 中國防守打開了 只留這個東門 三線刀 有快遮到有慢遮到 沒有樹 台灣中東部 總督府 台北州定 台北州自治 遺書 台灣軍司令部 台灣軍司令部 台灣總督府 尊賣主 總督府 台北宴 台北 交通局 郵政部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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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工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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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му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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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搭去 要搭搭去 每次乘站 這裡有人力車 客人家 還有公車 有一部會停車 continue gummy 明治橋 後來有馬鈴鐵跳跳跳的 他會開始叫人 最後那個錶山道走到後面 就是在銀山神社 台北神社 台北神社 台北工會黨 不是中文人 工會黨 台北市市民 人家叫一口氣起來 補武冠 沒有人在民地 氣補武冠 日本的民主在氣補武冠 日本是台灣人 享受 工作 也享受休閒 他會放這種局 每天量的語言 一家台人 播放 食物園 請量作用 先進國家做的設施 商品陳列館 建工神社 大吉利 現在就開始看前面 清早的一段 藝術的東西 你給他做一個對照子 稍微停一下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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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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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阿婆 拔腳就直接看得到 他過去不要看 年輕人 聽過 阿嬤拔腳 綁小腳 好 好 再跳好了 這邊跳 有芝娜 芝娜 我媽的有怪 沿的淡水鴨 在你走 關渡 再跳一下 這邊有溫泉 好 他過來 高爾夫球場 你看 他在淡水高爾夫球場 一段都來了 你不期待了 好 好 再來新店 台灣的建設沒有什麼 偏遠地區 你不期待 才射這麼小的島 怎麼會有偏遠地區 這樣都斷美好 那有多零 來跳一下 你看 你們記得去看路燈喔 路燈都是 基礎建設的結果 照他做什麼 放路燈 做茶葉這個也很有趣 你本來做財米 日東紅雜很出名 陶前這是手工 一定是手工做 你看過來 這個日東紅雜的工場 全部集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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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產線 每個人都戴帽子 那麼乾乾淨淨的 你看 那另外一公 193914級 你看 台灣的首都台中 中部台灣的首都 中部台灣的首都 你看 綠川 台中 台灣的首都台中 中部台灣的首都台中 接到路燈 好漂亮 好 綠川 柳川 新柳 台灣的京都支撐喔 幽靜而美麗 好 台中 周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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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跳一下 台中公園 日本系的 荷尼 來 在跳一下 這就是我們發電 輝龍 配送電力到南北 你看臺灣電力準備24萬千瓦的電力 基礎圈,你看 那時候高壓電力線配電 你看到臺北到高雄一直配電 最快最短速的時間就把臺灣建設起來 一定要用到用電 來啦,這邊也跳一下 跳過,還要5分鐘 再跳,再跳,再跳 再跳,來啦 就是Gagi,阿里山 再跳 再跳 Gagi,另外 沒有說相信阿里山 你看 加農那時候很出名 加農的棒球很強 來,再跳一下 我講唐葉好了 直接跳到唐葉 跳到唐葉 這本領土的時候 藍人佔領唐葉是特產 但是沒有真正變回 一本是台中 砂糖線前處優質階段 農的 還會餘總渡的時候 接著海總渡 鋼葉工延,他就有火車配到 包括運輸在其他考慮 他在做研究所 用實驗試 因為他把唐類就轉換成酒精 他可以做燃料 台灣唐葉僅次於股販引渡轉換 同時,Javaの次で第4位に住んでおります。 台湾的土地沒那麼多,但是上次讓他最高。 砂糖を召し上がって予備英国人の補充給。 見て、貴旗が始まる。 Java社会はどうかというと、 世界大戦前までは、 1人当たり5キロに過ぎなかったが、 今日では文化の程度も済み、 砂糖を原料とする、 製菓、練乳、罐頭、 都是以砂糖為基礎。 消費高も戦前の2倍以上に增加して、 1人当たり13キロ。 日本の砂糖消費高は、 第10つで供免が止まったのを見 Absturbedして、 各種食用のほうが祼科を持ったペーストーんさは、 僕はランコールCMでもない場合を使用。 強化して、 ロシジャン厚なので自宣化エンコールと出て、 まず18 tranquえ所anaして、 に対娘の水資源を協力する毎年で。 wheelbow水アルコールが就住んでない工期なものとして、 赤水ガラーをたべえな。 それか済むウェクとしたき場に点落づかはも orangетаを持つかして、 leatherペーストさんに仙利を持って協 R격 focus至った医療園であり ます 實驗室裡面 做事情都就點數了 你不然做事情是110 欠菜 烏山口嘉南大郡 這行農業部分 來跳一下 跳一下 我們變成一季有三座 一年有三季 或是最終公益 三年輪座 再跳 高雄 高雄 來這再跳一下 跪去的 日本市場就是這樣 高雄港的 再跳一下 雞人 高雄 再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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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看 過去沿著高雄 所有的工廠 蓋了整整集 台灣人咧 不是日本咧 這是台灣人 南部 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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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本 高雄 海陸從 高雄 經過三座月 高雄 兩座月 都不高雄 QC 第一名是一萬トン級の優秀船六隻が配せられていて 内大定期航路は内地と台湾との航路とも思われない豪華版であります 台湾は南方開発の国策指名追考機関として 新たに創立された台湾卓色会社を指定 移民招致其他未開地の開拓、面下の栽培 卓色金融事業等種々拡散されております 台湾にはまだまだ開拓の余地が残されておりますが 台湾卓色の指名を取り、台湾東大のみならず 南氏内容における法人事業の余製を成し 法人発展の中枢機関としての指名を持っております 内大無線電話 内外航空は東京、大阪、福岡と 台北の間をわずか1日の連絡に短縮されております 台湾と台湾は常に接し 産業と経済、南進国策のため 台湾は全国一致で追考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台湾においては大学、専門学校を授業した 台湾もいる有様であります また巡査や教員になっている者もおります 心なき者が万人と呼ぶと、彼らの中には色をなして 我らも日本人だ、万人と呼ぶのをやめてくださいと 訂正を申し込む自学ぶりであります さて、我らはさらに目を南に向け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